他的名字叫小红帽 他的妈妈说去给姥姥东西因为他病了 然后小红帽走走走走走 走进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可怕的树林 然后一个野狼说小红帽 你就可以跟我一块吗 因为你在做什么呢 然后小红帽说 我这张东西给我的奶奶 然后野狼说 你这楼是有的 小红帽是在树林里面 然后大野狼就干净去他的奶奶屋 然後奶奶說 然後奶奶說 然後奶奶說是誰喲 然後有狼說是我小紅帽 然後有狼說金外包 然後有狼就吃奶奶 然後有狼就自己把野狼換成奶奶 然後她在床裡等著小紅帽 小紅帽說動動動 然後野狼說是誰 然後小紅帽說是我小紅帽 然後那個張輝洛說進來就 然後小紅帽就進來吧 然後她說你的眼睛太大了 然後野狼說我就看你處處處 然後那個小紅帽說 你的耳朵太大了 然後野狼說就可以親了你處處處 然後小紅帽說 然後小紅帽說 就说真的有感觉 你的嘴太大了 然后那个野狼就把小猫 小猫猫就说 我要吃你 然后小猫猫 他就那个海狼打死 然后他就看见 然后野狼就吃小猫猫了 然后一个野人来了 然后他就说 他就看见 他就看见一个小猫猫 他就看见野狼睡觉 然后夜人间开一个 一个小猫猫 然后小猫猫 小猫猫 小猫猫 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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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